本期话题哈密瓜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哈密瓜的功效和作用 因为哈密瓜它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首先它具有健脾一气神经抗疲劳 哈密瓜它其实它主要的抗氧化作用是非常强的 它可以比如对改善皮肤、抗疲劳、抗氧化 对心脑血管的环节都是非常有用 另外一个它具有润肠通便 哈密瓜它还有大量的果胶 包括纤维素还有维生素这一类 处境了胃肠的蠕动 那么软化大便 那么有力胃肠功能排便的作用 另外哈密瓜它还可以的就是说 一定的就是说解毒、抗氧炎这些作用 所以对夫妇也非常有帮助 但是要注意哈密瓜它有轻度的溺水消肿 所以对皮肤这些就是说肿脏这些都是可以的 比如压力过大这些都可以 但是哈密瓜它是一个良性水果 它有清热通便 本身它是这个功效 本身它清热通便我们的热性便秘好 如果说脾胃血寒的本来就是拉肚子的 哈密瓜就不太适合 第二个它还有就是我们讲哈密瓜它含有大量糖分 糖分比较多 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不建议吃过多的哈密瓜 第三个呢 因为它有轻度的溺水消肿作用 如果我们肾功能不好 如果我们本身的它清热之口 那么通过这个泥小便 本身就利用 如果说我们过量使用 加重肾脏的货带 别的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那就主要至少要谨慎使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